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0年7月9日的荣耀华尔街 我是奎奎 台股今天开盘上涨52点 开高之后盘中震荡整理 最后是收在12192点 整体大盘是上涨了22点 火烫7月天继续烧下去 美国的苹果股价来到新高的位置 也带动了台股的台积电来到历史新高 后续盘是解析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 投资人是全台One Line 以及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 最受欢迎的郭哲荣投资长 葵葵各位同学大家好 投资长好 哇 投资长今天很多个股是两天不见了 今天很多个股都创新高 像是投资长的一生精彩 精彩今天真的是很厉害 又一度快要来到涨停板的位置 然后12天的涨幅就有72% 哇 真的是买到了一身精彩 对买到一身就整个都精彩了好不好 人生都彩色了 对 人生都是彩色的 你家族旅游啊 你明年出国啊 就是明年可能你要买换车子换跑车的钱 很多人都赚到了 因为十几天你知道七八十%的一个报酬 其实你去算一下嘛 300万那不就变500万的资产 你去买一个跑车搓搓鱼啦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 这多头的行情 你要敢做梦 是 你要敢做梦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好不好 好 来 那各股的方面呢 像是盐平巨王的台郡 今天呢也有7% 台湾表哥台表科今天也有7% 那还有这个真领KY 还有环球金 今天平均也是有3% 而且都是来到创新高的位置 对啊 好多股票创新高 真的是很厉害 是 那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这波行情 很多投资朋友们都有赚钱 对不对 对 但虽然呢 大家几乎不管赚大赚小都有赚钱 但是在行情好的时候 人人都可以是股神 但是万一行情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变成毒鬼了 那会说到这句话其实是因为 这个很多的 对 股神变毒鬼 股神变毒鬼 我这边我有那个感觉啦 我以前准的时候 大家都把他当神啦 是 那不准的时候把他当神棍啦 可是投资长 自始终就是投资长啊 我就是很努力的那个投资长 我就是那位热爱股市的分析师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其实呢 就是想一想啊 虽然现在很多的生计股 天天都是一直在涨停 涨停 对不对 但投资长这些股票呢 可以因为 技术面好啊 基本面好啊 晚上的时候就觉得抱的 睡得很安心 我们稍微讲清楚就是 虽然生计股 我没有什么碰啦 很多股票其实涨的 现在比我们还厉害 对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的股票 我们赚的安心 对 抱的比较开心嘛 是 那买的也比较 犯心 没错 所以我要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标的不一样嘛 没错 就是说 我是有一些稍微社会责任在啦 所以对一些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我是有一些义务要做这些事情啦 对 那其实昨天我在这个看节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感啦 因为就是最近生计股 真的吵得太火了嘛 嗯 那投资长最近昨天讲的那个 这个赌客理论 对 报复性 对 报复性赌博理论 对 刚好我最近就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诶 葵葵你看最近这个生计股 涨这么凶 我们要不要也来买一个便宜的 然后就当做你知道 买彩券买乐透 就放着 然后如果中的话 我们就发财嘛 没东西就算了 然后我那时候我朋友 这样跟我讲 我就想到投资这个赌客理论 现在真的很多人买股票 不是要投资欸 这真的是当作一个彩券在买 对 没有错 我把昨天的话更 仔细的跟大家讲 就是你昨天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豁蓝开蓝嘛 对不对 就是我讲的 你看我节目 有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主持人介绍我的名称 又臭又长 可是那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我的Live粉丝人数 Telegram人数最多 很多人会像我们一样 也说点语率很高 可是不会 绝对全台湾只有我郭总敢说 我是全台湾分析室里面 Live粉丝人数最多 Telegram人数最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分析 是有料的 虽然我有时候很臭屁 我知道 可是我的分析是有料的 因为只有我才稍微整个领物 整个融会贯通 为什么这一波不回头 只是那时候我故意不跟你讲 我讲瑞德西维是解药 我只是其实 讲的是 打瑞德西维是解药的棋子 可是实际上是个资金潮 我没讲得清楚 像每个人都讲资金潮 可是他不知道那资金潮 就让我讲一次 他不知道那资金潮 是有三股力道 一个是无限QE 另外一个是运动博弈 为什么运动博弈 你NBA跟MLB 到现在还没开达 对 到月底才开达 好 他21兆 我说只要一兆来台湾 台股展一万点 轻轻松松 21兆 那这些21兆 他会平常觉得很无聊 不然为什么连台湾的 台湾的半球 大联盟 台湾的半球 对不对 中华直播都有人在看 因为他美国人 没有半球可以看的嘛 赌产 也有韩国的赌博 韩国的那个 韩国的半球 像CNN 好像CNN还是怎么样 也有转播啊 是 也有很有名的电视 也有转播啊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最大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运动博弈的一个市场 美国的一个半球跟篮球 都没有开拨 也没开达 所以这些资金往哪边跑 往股市跑 我到时候再请助理 来跟大家讲 到时候再重改一下 往股市这边跑 这是股市 往股市这边跑 有没有 投资长就是字很丑 才来当分析师请见谅 无线QE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还有什么 还有这边 这都是一样 另外一个是赌产嘛 我这有这样的逻辑啊 昨天看了以后很多业内的分 很多业内分析师 甚至投信法人跟我讲说 投资长 你的领险力真的很厉害 全台湾人只有你做到这些东西 看你的节目值得 真的没有人讲到这个事情 没有讲到这个事情 只有投资长第一个 可是合不合理 绝对合理嘛 可以合理化 为什么合一中天就像你讲的 很多人把他 他不是投资他在赌博 可是你要了解每一个赌客 你在这个赛局里面 或者你把他当赌产里面 你要知道你每一个对手的情况 巴菲特什么他想太多了 对 他没有料到就是他乱钱打死老师傅嘛 对不对 乱钱打死老师傅 出生之毒不会虎 他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赌博 所以他们赌最刺激的 是 我们说合一中天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他是在赌 投资长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药一定通过 谁说一定通过的 谁说一定通过的 对 谁说一定通过 通过三期就一定通过吗 他这实验其实还是有些瑕疵 我是我不方便跟他讲这么仔细 那我要讲的是说 那你公司派都讲的 通过三期不代表要这个通过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很清楚的 最主要是他只是资金行情 这只是资金行情 看没有 我们赶快画面来 这只是资金行情 这只有我们跟大家讲资金行情 很多的逻辑很多理论 你会发现到 我讲得很前面 像我们暴富应相费 像每个人都讲的 火山是喷出 每个人都讲的 结算见转则是什么话 这些话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这都是我郭总装发明的 我敢跟你讲 这是我发明的 没有人敢敢讲 他是他先发明来跟我对质 好不好 我不是跟大家讲 我们就是要逻辑不一样 所以这个资金行情大于一切 我没有跟大家讲 筹码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那个可可说过 这三个我最重要 最在乎是谁 筹码面 是没错 那技术分析不是我不要 不是我不会 而是技术分析你会有盲点 来 没错 第一个 技术分析 没有人 技术分析有时候下影线 不是盲点 可是有时候下影线 就是盲点 从3月19号 8月23点以来 我就发现了 只要下影线白点 你们要跌下影线100点 一定涨 一定涨 一定不会跌破 给你4次机会 你也不相信我 5次机会 你也不相信我 6次机会 你也不相信我 只要下影线 没有 这边有下影线 对 就是会涨 全台湾只有我发现 可是技术分析 如果在以前的时候 看到下影线是买点 下影线是白点 下影线很长 就是买点 你就进场了 你会也埋的埋 你会把它埋起来 技术分析要搭配筹码面 这才是玩不到 技术分析要搭配筹码面 才能玩到 来 昨天我再看一下 上跪的指数 你们看到 爆多大量 前天你们看到 嗯 大量黑K 你们看到 哦 是不是 大量黑K 来 这边很多人觉得 惨了 这个行情不能做了 就这上跪指数再涨 上跪指数 这个量到什么时候 昨天的量 大概差不多1000多亿嘛 哇 上跪指数 以前这么夸张的时候 来 我来跟你讲 2007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 应该2008年 这边2008年的时候 来看一下上跪指数 那时候也是1000多亿 你看到 嗯 你知道多长吗 涨到220哦 各位 上一次量那么大了 是 1000亿哦 嗯 没有错吧 对 1000亿哦 这是1000亿的量 1000亿的量 你看哦 涨到240 现在才175而已啊 嗯 接下来半年后呢 腰涨 哇 所有赌股票都对折再对折 我轻轻的把你对折 哦 那怎么办 哦 那怎么办 那这次会不会 再看你觉得这次会 完全不一样 这简直一件事情 这里面的赛局 你把他当赌场也好 把他赛局也没有 但我还是把他当投资 所以我 我生计股还是没有 我还是没有 可是现在真的有点像赌场 好 有些人把他当赌场 你要知道你赌场里面的赌客 每一个对手在想什么 巴菲特 他宁愿缩手不干 他宁愿就是 小而进出 好 那是比较老的 可是年轻的 年轻的赌客 好不容易这边有赌猪来了 他看也看不到MLB 看不到篮球 足球比赛 看不到这些比赛 他也不能赌博 他一路子怨火 我要赌博 我要赌博 然后股市有个类似赌博的地方 他想要赌 所以他把他砸了很多钱 all in 进去 可是这些钱 以前什么 是平白无故进来的 以前这些钱不会进来股市 现在巴菲特骂最凶的 就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直播主啊 他以前是直播什么 直播那个好像是 MLB 还有就是NBA比赛的 直播运动赛事的 最近没有运动赛事怎么办 他每天直播怎么样 我每天直播就是 我要单充什么股票 不过台湾法律比较严 投资票你尽量不要这样做 好不好 我会跟大家讲 之前我不敢说什么XX同学会吗 我说有人说这是股票 我说反肢股 你说电子股 臭了 结果人家就消失匿迹了 我稍微讲一下而已 我是跟大家讲好不好 那这边现在看起来 什么就是股市同学会 没关系啦 因为我现在很困扰 为什么困扰 不止睽睽被盗用啊 连我都被盗用啊 通常也被盗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得不 要是要请我 他们打广告 然后不得不讲到这五个字 我也不得不讲 有点乱象 他真的不行不讲 真的他选你也选得很像 瑞德西维是解药 对啊然后还说天黑请闭眼 天亮请树切 这大家看到你会觉得是我本人啊 对啊我也是啊 直接用盗用我的像 女生就算了 你已经不止一次被盗用了 我猜 只是这一次第一次在股市中被盗用了 对对对对 有看节目的人可能会真的觉得是我 以前平常就有人盗用的名字 然后去搭讪男生啦 好不好 有啦 有这种类似的对不对 可是我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应该说 我应该说这一次比较夸张啦 就是啊 直接盗用我的好不好 头像 这头像 这是我头像嘛 以前我在中式的做头像嘛 什么Tony S 好不好 OK 我绝对没有smile 我以为难过 我可以结论是 我知道我现在很帅啦 请勿盗用我头像好不好 今天有1433 一直出货卖鸭什么的 哇 预期KY啦 这个还稍微可以辨认出来 不是我 你的 他讲的 至少这个没有我的口气啊 今天加码恭喜你 明天可能没低价减 拜托 崇拜我不要这样子 你这个已经 严重的影响我的权益 严重的违反法律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 这已经侵权的行为了 好 画面给我 我知道我人虹是非多 我知道 事实上 你不是在批评我 可是你这样子会误导我的会员 以为我要报什么股票 而帮你抬轿 所以确计不要做这样的事 我已经找法务团队来处理这件事情了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子以声势吧 好不好 投资亚我很红 OK 你可以说你很喜欢我 像现在都有留言啊 好不好 我们动起来留言留言 好不好 说投资亚 你要说喜欢我 爱我也好 就像我讲的 赚钱哦 你们都觉得我很帅 赔钱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丑 我现在每天都常常看3月17号 38 39号 我常常看那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PPTT网友啊 那时候很多的故意刺激我 给我看了 我现在回去看了 我觉得很好笑 哼哼哼又来了 哼哼又硬拷了 结果现在 我一看到 在8500的时候 我一看到12000的 就只有我一位 而且直接跟你讲 第一十低点 好 你今天我不想播重播了 可是 我在解释的是 我赖粉丝人数 Telga人数是全台湾最多的 这个欢迎去网路上查 好不好 欢迎去网路上查 好不好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我今天的节目是这样子 老产物不敢买 我是不敢不买 我们分析师跟投资经纪人一样 他有一个绩效 就像我们现在交易团队也是一样 他有个绩效 就算你现在40% 可是你第四名有什么用 人家不会记得你是谁 所以一些分析师 尤其蔡鸟分析师 最喜欢参加那种比赛 他敢重压 压大的 压大的 可是我还是秉持着 甚至我们交易团队 一直秉持着怎么样 还是要怎么样 稳中求胜 是 可是我真的也不敢不买 我至少不能空手 因为一空手的话 相对比较起来 我其实下去排队最后一名 对 没错 所以我是不敢不买 那你不能 一直不敢买 我一直讲的 你搞不清楚 这个行情 这个资金行情 你只用技术分析 你会觉得这技术分析不对吗 因为资金是高档爆料 对啊 每天在涨啊 哎这上位跟现在是不一样 那是从240 跌到140 不知道然后掉60块 跌到60从什么 隔一年掉60 你看掉60 你看掉120以下啊 打对折啊 所以所有股票等于打对折 再对折 那时候IC设计也是一样 跟现在像不像 你要说跟现在像也好 你要说跟现在像不像也好 那打对折 240得要像 可是重点是 你不能用量来取决一切 嗯 因为以前的量 以前没有那些赌博的人 没有那些不能去casino 不能去澳门 不能去las vega的人 来参与股市 是 他也不会长得那么夸张的 嗯 所以我给你逻辑思考 今朝九今朝醉 花开堪则子虚则 哦 好不好 末代无啊 空则之 这我跟大家讲 所以 记得我的逻辑哦 这是我全台湾第一个跟你讲逻辑 相信我到最后 一定很多分析师讲这些东西哦 我就喜欢做第一名 你要每天看我节目 我的会员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看我节目 看了半年一年才参加 也有少部分是看一两天 因为他逻辑好的人哦 通常看一两天就参加我会员了 但是不是说你逻辑不好 我是逻辑特别好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是有sense的 所以你记得这些东西好不好 今天大盘大部分15分钟就好 每天讲一样的 我也累了 再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美国新增确诊人数是不是变多 是变多 创新高了 61,000嘛 是 死亡人数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下的 死亡人数非常明显哦 往下的 很明显嘛 诶 新增死亡人数是往下的 确诊人数往上啊 对不对 那个很明显死亡率就下滑了 没有这么严重好不好 那有没有分析师跟你讲这些 没有 你最后发现到 是最近才有分析师讲的 可是死亡人数降低的 是我国中第一个讲 瑞德西韦是解药 是我国中第一个讲 8523点是今年最低点 是我在3月19号的前一天 你没有听错 就讲319是今年最低点 因为那时候 要开始准备无限QE 重点是那时候是国安津津要进场 如果急思考 欢迎你回去看我3月18号 3月19号 3月20号的影片 都直接预告是今年低点 不是买点而已 买点是很普通的 我每天都可以讲买点 是今年最低点 这才是有分析能力的分析师 好我要讲的 所以这些逻辑就跟你讲了 好我们是不是再讲个股好了 你要赌OK啊 你要赌什么 你要赌生计股 随便你 可是你要记得你是赌哦 你不要把他当投资 你不要骗自己说生计股在投资哦 确定不要做这件事 拜托你答应我好不好 你不要因为你现在赚了几万块 赚了几十万 赚了几百万 你就觉得你很了不起 投资上我看过很多人了 大家交朋友 你生计股你要知道 我就在赌 你等下承认 我就在赌 你真的有在赌的时候 OK fine 那你要做生计股 说生计股 啊会员朋友们 投资阿安你可不可以赌一下 我跟你说真的 有些钱我里面不赚啊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我里面不赚 我是要以后十年后 我已经说过 我要当一代大分析师了 我已经是台湾现在最有名的分析师 我要当一代大分析师 有些钱我过程不需要赚 不好意思 我有我的自己的脾气 我跟你讲 有所为有所不为 但能赚到钱的时候 就是可以这样选择 不好意思 会员人数多 好那你可以做 当然摩托尼通股 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分析师啊 他们现在有做生计股啊 好不好 我做生计股一定有原因 那你可以去找他们嘛 你可以找他们 不一定要找我 摩托尼通股 现在不只我一位大分析师 大家都很厉害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的 好 那237的大同是不是 大同 对 投资长 说到这档股票啊 之前我来上节目的时候 那天刚好是大同的这个股东会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投资长有带到这支股票 但没有说太多 只是说这支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之后可能会上涨 结果今天大同股票 就真的是拉到了涨停 但后来又下来一点 所以我就很看不懂 大同这支股票 为什么会从 就是前几天的这样子下跌的态势 今天忽然拉上来 头上怎么看这档啊 你有没有想起来 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民不以关斗 我说这个林郭文彦 这个董事长 他这次做的太过活了 他越是这么过活 那 主管机关一定会反扑 民不以关斗啦 其实官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其实是有些事情 他是尽量不想 因为尽量是 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有时候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想要这样处理 可是你自然就是 名字要跟官员 跟主管机关对干 那人家当然你知道 主管机关是谁啦 对啊对啊 我觉得当然民不以关斗 那就像我那时候有一个逻辑嘛 Don't fight the fate 人家政府就是要犯罪 就是要超前部署 因为人民没有错 所以今天是 真的是2020年金融好笑 而不是海啸 我的台词很多人到最后都会用 好笑 这好笑 金融好笑 哈哈哈 8500点 既然有很多人觉得做空 哈哈哈 8500点 既然有很多人不敢压也要满 哈哈哈 一堆人在8500点笑我 好不好笑 好好笑 结果涨到12000了 你们开始在每个人数13000的 好不好笑 好好笑 哈哈哈 就是这样 好好笑 所以我跟大家有逻辑是这样 Don't fight the fate Don't fight the government 不要跟政府作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稍微大胆预测啦 我觉得 你们跟我验董事长啊 我也是不保啦 我也是不保啦 那你不要来告我 我跟你讲 我就是合理的分析啊 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你觉得你的 你的得票权就太低 就没什么了 市场办理你也可以掌握到 我百分之53了 你怎么跟人家比 你觉得他是中资也好 你觉得他是不符合资格也好 那是储款机会说的算 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说的算 不是你说的算啦 好吧 你变主管机关了 这个主管机关不得不作为啦 所以他一定 他一定看到啊 现在主管机关讲的啊 请你召开股东会啊 请小股东赞公股东会啊 请3%以上的小股东 赞公股东会啊 所以他们先要召开啦 他也不让你公司召开 他就让你 就是你请市场派的 然后你股物呢 也是 也是头把中心指派的 不是你指派的 那怎么办 那这接下来很难赢了啦 越走越难看的啦 越走越难看的 到时候大同的股权可能会换了 那换了以后 换了以后 会不会以后变成是资产公司 我不知道 或卖卖结上 我不知道 可是你说这样很不道德 可是巴菲特以前 也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 巴菲特以前 他是把公司 他比如说 我股价50块 是 结果我的市值 我把全部就是资产钱负债 假设我公司的股价50块 对 公司市场上 你的价值是50亿 可是我土地卖一卖 我给100亿 他就买了公司 就把他整个解散 我还赚50亿 蛤 可以这样子哦 他一开始就这样支付的啊 只是台湾有些人觉得不道德 可是问题是 那你公司判 你要赚钱嘛 这没办法 人家就不赚钱嘛 可是就 赌博呢 就赌博而已 或者你知道他是在赌博而已 那股价大同就有机会先上去啦 因为他房地产真的很多啦 我只会就股价而已 可是你要记得他是在赌 你要记得他是在赌 我这个逻辑思考跟你讲 好啦 那有些股票就不是在赌啦 精彩 你看10天几% 12天72%啦 是 就我讲300万是到500万的哦 哇 300万是到500万的哦 你有一些 Porsche的 Porsche的一些 还有法拉利的一些跑车 可以买跑车了 基本的入门款的 其实你可以买得到啦 那我会跟大家讲 那我要讲是说 这是有些二手不错的一些跑车 也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要讲是说 300万到500万的一个过程中 几天 12天 你觉得圆梦了 而且这种股票下去的 绝对不会到时候不会比 合一中天快了 好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个标的也是一样 投资长这翼龙怎么看 翼龙穿新高 你又怎么看 你这样 这种基优股就这样子 缺点就这样子 我就讲红海 这个就这样 投资长 你有没有在讲红海 红海怎么看 我们没有说过 红海有时候涨个一两根 休息一两个月 对啊 现在又在休息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怎么知道 就像台湾50啊 我前几天出掉了 可是你看台湾50啊 还是在涨啊 他就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这牛皮股 可是我觉得已经赚过多了啦 我最近找了 比较投资的股票 比较波动比较大的股票 比较偏向电子股 我觉得我讲的 其实现在很多股票 只要你敢 你比我一个全股基督保持者 的绩效可能还好 维基95% 只要你敢压核一给他中天 你就敢 可是绝对不要 不敢 就好好不好 那我是不得不敢 因为我知道 这个如果用基本面来看的话 你已经超出它的范围 可是用筹码面来看的话 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 因为有 有赌 运动彩的资金 还有那些赌产的资金 本来要去那边赌的资金 它没办法全部都来股市的 就跟民国79年 为什么站12682 因为那时候完全没乐趣 只能买香港的六盒彩 台湾几乎没有什么 什么 一口讲就好像是到比较后期才有 是 是很小时候的历史 不小心被你发现我的年纪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 听不懂 这个好笑 我看就算你听得懂 你也不会说你听得懂 对对对 还是要装不懂 真的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他年纪没有那么大 我跟大家讲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来 我要讲的是说 来 这也是一样台表哥 我昨天有讲要买进 有没有 昨天你刚讲的对 台湾表哥我赚30-40% 没关系 台湾表哥我最爱的 还是台湾表哥 这样讲的好像太很奇怪 反正我股票里面 我觉得很多股票我都喜欢 可是台湾表哥我觉得 有时候 旧爱还是不错 钟爱的 我所钟爱的 所以再回来 因为mini LED 可能是明年的一个重要题材 那mini LED是这样子 台表哥跟GIS 可是GIS 是比较晚的受惠股 他可能是第二批的受惠股 那GIS 他也是一个受惠股 甚至我跟大家讲 你看4958 真顶在涨什么 他也是涨那个mini LED的概念股 对 友达在涨什么 涨mini LED的概念股 所以这些股票都在涨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但友达牛皮太牛皮了 所以 真顶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其实你看 今天股票要创新高功课 那更不用说精彩这些股票 12天71% 画面给我 中华台湾表哥这边 赶快来电下去 080-066-8085 不论对我说 一切一切我预告到前面 谢谢 好 这个继续第二批 大家投资朋友应该习惯了 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你一定要每天看我的节目 我不敢 就我现在讲的 我不敢讲 我现在乱拳打死老师傅 我现在不敢讲 我现在一定是 绩效 一定是第一名 为什么 我就是讲的 你只要敢压就可以 可是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十年 十年看下来 你可以去比较我的一个绩效 你可以去看我郭崇的言行 去做这些言论 我自己给你大胆预测 只要研发出来了 反而会有一波回答 好 我讲的是三期通过 好 我已经跟你讲了 因为我的逻辑到现在是很符合这个预期的 好不好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那种逻辑思考 所以我才说台股不回答 只是我那时候刻意不跟你讲 我讲瑞德西维斯解药 好 只是我现在慢慢跟你解释这东西 因为我希望我预告在前面 不要到时候突然回答 你不知道 MLB开打 怎么跟股市有关系 你不知道 一定越来越多分析师跟你讲这些逻辑 因为暴富性的赌博 在股市的资金上 好 那在我跟大家简直讲 精彩你看 投资争今天很多股票 有点开高走低或单充 是 那我想投资争你单充一楼人店 这个爆大量 这个爆这个不知道 多久的大量 高档爆量 那我逻辑思考一样来了 前几天上位置是不是也高档爆量 对 那今天还不是涨啊 对不对 今天你看 哇这个好抖 好抖的邪率 对 好可怕 好恐怖 好可怕对不对 好 你看前天爆量 然后今天又涨了 现在量不是问题 因为平白无故 多了几十兆的资金 多了几十兆的一个博弈资金 运动财资金 好 所以你不必紧张 这边高档爆量 是因为很多人单充 很多人去IC设计 下一档是这个 那前几天你看 今天太表哥是不是穿性高 是啊 那我们来看一个道理 我们来看 我把他这边放大胶 对 你在这边看高档爆量 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危险 是 台表科 在3月17号台表科 是不是跟现在益龙店很像 而且还散影线 对 所以我一直讲 为什么我不喜欢看技术分析 有些老师 但有些老师技术分析是很强 可是有些技术分析 我真的不知道批评 他只是为了讲而讲 因为节目时间可以拖长一点点 是这样喔 怎么办 知道我尷尬 别人攻击通业 但我没说过啦 这重点我认识很多 好老师 好啦 我讲太支付说回去 可是我会讲的是说 有些人知识东西他是很忠情于派 那我是参考派 我会看 可是你看 为什么现在就不通了 因为你们的数据database 没有想过 怎么多那么大资金的 以前没有单充 应该这10年来才开始 最近有单充 在2007年的时候没有单充 单充不能做这种成本 手续费不能减半 是大幅度减半 单充是这样子 当行情好的时候 那个单充的手续费就会出现 单充量就会出现 行情好的时候特别会出现 所以你现在不能用以前的行情来看 你看太表科 高档爆量 技术分析师不好 肯定万计像我讲的 少了运动才这一块 好不好 刚才那个同业那个话 当然我没讲过 大家都好朋友 开玩笑开玩笑 不要介意喔 可是真的不能跟以前来做逻辑思考了 对 你爆量啊 是在创新高 以前爆量高档爆量 是技术分析师好还是不好 贵贵 超级不好的啦 好不好 所以你看太表科这个原因 所以我今天稍微加多一点了 我今天股票奖多一点了 免你们就少讲 你看一龙 这不用怕 喝了再上 好不好 喝了再上 这个就算是个泡沫 就算是个泡沫 我一直讲 它不是泡沫 它是资金行情 你要定义泡沫没关系 生技股比较定义泡沫 好 可是它就算是个泡沫 你只要知道 什么时间点 早点走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讲 可是缺点是什么 当我一公开的时候 我讲说疫苗确定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人 疫苗快确定的时候 就有人先走了 我本身预期疫苗确定了 因为这种东西会预期理论嘛 所以我跟你讲 这是股市的逻辑上好玩的地方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 好不好 就看我节目你会看到 全台湾分析师 真的没有的一些独特观点 好不好 那掌不掌停 就建立在我的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嘛 逻辑对我怕什么 8.5.23点的时候 被人家骂多凶 我说我有错的时候 可是我郭子宏 怎么反败为生 我那时候就这样气势 这样讲话 葵葵有印象了对不对 好 那台表科也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创新高 有机会创新高 miniLED就是下一次 真正有题材的行情的个股 还有真顶演算 你看不约统 昨天填全息的 昨天一天填全息的 我那时候是说 从个股的填全息 那时候五级档 好像可能一百档 已经填全息成功了 所以我说五级档就填全息了 那时候是不是葵葵 你问我 说要不要报这些填全息 概念股 要多缴税 爱一下台湾好不好 真的吗 因为今天缴税也没关系 因为你可能很快就填全息了 今天行情跟以前不一样 我还没跟你讲 还原出全息台股 已经回到多少点了 好像快两百点了 已经一万四了 还原出全息块一万四了 不只算三十 所以这个行情超级有够无敌扯 还原出全息 有些会员朋友这样子 以前红海啊 除全息以后 然后发个五块钱 假设我买八十块 是 然后七十九块就要卖 不好意思我赔钱 我说 赚五块钱你都不算我的 哈哈哈 那个除全息都算他自己的 都自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除全息要算进去啊 所以算进去 一万两千两百点的 很多股票很喷 真理还原除全息 其实很多个股 其实都赚三四十percent 三四percent 还算逊咖 现在动辄要七十percent 才算勉强及格 像竞材一样 十二天七十几percent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的分析 是我不要去似乎买我怕好不好 那自身 我跟妳講自身不是不好 可是自身 有些个股 我不在地上讲自身 我不能每次更明显 像台北哥昨天讲涨了 我都怀疑是不是 你们偷听我的节目以后 今天偷都自己去买 是 我会跟你讲 有些比较牛皮的个股 甚至有些贝多元件的个股 我觉得他没动的话 我会考虑换到 比较动的个股 以前我不喜欢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换得就好 可是现在为什么你在这样子 因为像比如说翼龙 我错过精彩 我是错过七十percent 那以前我一来一晚 一万一万 我怎么说 我说这种行情 现在单充其实不会差 像我平常人不建议单充 我现在我想说 如果勉强说的话 现在单充可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波动的大 对 假设我现在把我被动元件 某一档股票 换到我的精彩 我被动元件一来一晚 换我可能手续费 加可能赔钱的 可能5percent 可是我只要一根暂停板 我就可以全部cover 还多赚5percent 所以何乐不为 所以这个时候有些牛皮的个股 比如万宏或华星哥 我有些个股可能考虑又换 什么叫考虑 就是我不跟你讲得很清楚 可是这时候是可以换一些个股 那会员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兴趣 有这个想法 也可以直接问我 因为有时候会员很多 有时候我没有办法移一回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加入我清代的行列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因为会员等级有分比较多种 我就没时间跟大家讲了 好不好 所以有些普通会员投资朋友 你可以考虑升级 因为我就不知道 我们要单一服务 我们要单一服务 我讲成真重点 台俊也是一样 台俊我是逢高照 这一两天我就开始出清 可是出了 有些人出掉了 不是所有人出掉 可是出了有点后悔 看起来要再喷出去 对 现在都卖太早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这个都变早餐店的老板 卖早点 卖太早 卖早点 都卖早点 卖的有早了一点 好 这我跟人笑话 大家都不笑 没关系 所以6269的台俊 这些股票都在创新高 所以 这真的算要 环球金 本来我想走 我想不行不行 现在创新高个股不要乱走 本来想说见好就收 所以这些个股还会喷喔 台表 环球金还要喷喔 该是细金元 所以你看喔 我的台表科 这创新高 精彩的创新高 再看最后一次 来我们看最后一次 来 给大家10秒钟 台表科创新高 12天70% 这台表科 然后还有呢 还有就是精彩 3374精彩 12天70% 刚才台表科精彩 你看喔 还有真顶 真顶也在持续创新高 你看这些线图都很漂亮 有没有 真顶也创新高 还有6269的台俊 还有环球区 你会发现到 我的股票 现在正是我的世代 没有什么老人臭老人香 年轻人比较香 都没有这回事 姜是老的辣 投资亚也不到老了 好不好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不论多或多 如果做一切一切一关在前面 投资亚也不得不买 投资亚也不得不买 不要想太多 欢迎来电点 chatch 080668085 下来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谢谢各位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你的手上有这些标股吗 还是你想要知道下一档的标股呢 欢迎来电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真 Evgen 本节目资料仇 本节目资料仇 计梅 计音不了